我們做炒飯的蒜頭呢 一樣是從冰庫拿出來的 然後份量呢 就是一整顆的蒜 然後把它剝掉 然後剪成小碎碎 然後我們會用菇類 這個是袖珍菇 大概四五片左右 然後這個菇的名字呢 我不知道喔 有知道他叫什麼菇的名字的人 可以留言給我 就是這個菇也是四五片左右 然後一樣也是切成小丁丁 切好之後就把它放在同一碗裡面 然後呢 這一碗 底下是大蒜 然後上面就是這兩種菇的小碎丁 接著就是這個樹肉罩 我把它的油擠出來 然後再放在這個碟子裡面 然後等一下這個剩下的肉罩 就要下去炒飯了 這幾點就是香菇樹肉罩 接下來就是要剝毛豆 那右邊的這個碗就是 剝完的毛豆的剩下的皮 那左邊就是剝好的毛豆 那毛豆的量就是在於說 你剝著剝著覺得很累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剝了 這就是毛豆的份量 接著就是上次吃到一半的紅蘿蔔 你先用刨刀把它削成皮狀 然後再用剪刀把它剪碎 就會比較容易 已經把這個用刨刀跟剪刀 把這個蘿蔔片給處理好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這個樹肉罩倒進去拌一拌了 香菇樹肉罩 那我在這裡呢已經把樹肉罩都倒下去了 你可以選擇你要拌或是不要拌 因為到最後他們都會混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的 那我們下一道食材呢是豆干 那豆干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你媽媽說再不把它吃完 就會過期不能吃的量 你把它全都用下去就對了 接著呢你就把它這個豆干切成丁 我用剪的剪成丁呢 它就是我們今天的樹肉了 接著剪一根小辣椒倒進去 我剛剛已經把辣椒倒進去了 就是那根小辣椒而已 沒有沒有很辣的感覺 接著就準備青江菜 一二三四五 大概有五個左右 然後就是洗乾淨 之後再切丁 要把菜丁切得漂亮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到最後你都要把它吃進去的 這次呢我們一樣也是準備 一個大碗工的隔夜飯 要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照順序把它排成一排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油 那排順序的主要的那個原理在於 沒有熟的放在前面 那熟的就放在後面這樣子 那首先現在做一個熱油的動作 這個油呢就是剛剛的那個 香菇樹肉灶裡面擠出來的油喔 接著把香菇跟大蒜的那一碗倒進來 大概煮個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接著把紅蘿蔔跟肉灶那一碗 倒下去拌炒五分鐘 接下來我們把素肉放進去 然後再倒一點點開水進去 讓這個素肉可以吸收這裡面很香的這個油氣 素肉的部分一樣是要炒五分鐘的時間 接著就把切好的青江菜倒進去炒了 那你炒到它變成綠綠的就代表說有炒熟了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放飯下去了 這是隔夜的飯 所以它已經是粒粒分離的 在炒的過程當中 然後再放這個毛豆 剛剛剝好的毛豆進來一起炒 大概炒了五六分鐘 然後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也是不用加鹽巴的 因為毛豆本身有鹹味 然後素肉罩裡面也是有鹹味的 所以不用加鹽巴 這樣的味道就剛剛好可以了 裝了一大碗工 還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份量也是抓得非常的精準 那這完全不用加鹽巴 因為蒜本身也是有調味的 這樣就剛好是很清新的口感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可以幫忙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掰掰 掰掰